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吧 而history只不过是辅助的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我们下面来看一下一些查询的手段 我们在查询的时候 有些时候那个包的名字我们是记不住的 是吧 那可以怎么办 可以使用关键字查询 比如说yam list过滤里面带有什么 chain list 对吧 我想过滤那个包 看yam list 这个当然也太多了 是吧 过滤里面带有什么chain list的 哦 哦 这有点多 好 这里面ibus table 这都是输入法 没有吗 其实这玩意儿在服务机上面 有什么叫什么输入法呀 这要输入法干什么 这指的是在我们常规的这种 这种什么 这还有五笔呢 看 是吧 海丰五笔 几点五笔 是吧 几点五笔 是我 我就使用五笔了 换了五笔 我用不了 嗯 好 这是书吧 你们使的就是拼音啊 拼音在哪啊 好 你们使的就是拼音 是吧 好 这个什么也可以查 或者是怎么查呢 看啊 或者是这样查 yam list 大家可以过滤拼音 是吧 yam list 拼音 拼音 ibus level 拼音 看了吗 这是 这是那个输入法 ibus就是那个输入法啊 好 然后呢 紧接着呢 我们还可以呢 这么做 直接像这样去search 你看 我记得我当初在用linux时候 不是 当初我在用7的时候呢 我当时确实想装一个输入法 装一个五笔 装个拼音 我装二了 但最后发现呢 打不出来字 打出来字是小方块 它没有装字体 它没有装中文字体 但是我最后呢 我想要看字体这个单词 是这样写了吧 这不知道哪个是 而且这里面再过滤 带有 再过滤一下带有什么呢 Chinese的 最后发现 至少没有我要那个字体 是不是 那怎么办呢 这里可以这样做 我们这个命令 只是过滤的软件包在什么 名字 带有什么字体的 它只看名字 因为有些 有些那个包啊 名字和它的那个内容呢 是稍微有一点点 不太一样的 明白 那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个叫 search search 这个和上面那个是有点区别 是什么 看啊 我这边批注一下 这个是只关注的是 只关注什么 软件包的 名称 软件包名了吧 而这个关注什么 这个search在下面是吧 search跟他不一样 他关注的不只是名 关注软件包的名 再加或者 或 描述 上面这个意思就是说 包的名字当中带什么 Chinese的 而下面是什么 名字带有Chinese 或者是什么 描述带有Chinese 懂得懂吗 所以有些 有些东西啊 他这个名字当中没有Chinese 但是描述里面有 所以这里怎么查呀 这样 Chinese 看到吗 左边是包的什么 名字吧 右边是包的什么 描述 其中呢 你看 确实这些都带有Chinese 但是你注意看 有两个 他就不带Chinese 这两个 知道了吗 我也复制到站这啊 你看 这两个包的名字里面 带有Chinese吗 有吗 什么里面有 描述 所以你按照名字找 是不是找不着啊 这两个是什么 CJK 什么什么 凯体 名体 字体 这是两个两个中文字体 看到吗 就是你装了五笔输入法 拼音输入法还不成 因为你没有中文字体 但是我现在讲了讲了就发现 我是拿这个做示例啊 我们不打算 深入的带你去装什么输入法 什么东西啊 因为这不是我们服务器的范畴啊 我只是借这个来给大家说明一下 明白意思吗 好 或者是我们再看一个东西 yam scar sh web 我们要搜一个叫web的 哦 写多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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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 scar ver 吧 哎呦 你看 这是不是很多啊 我搜的是什么 web sower 随机里面你看带web sower是不是都出来了 看web sower是不是都出来了 他怎么好像是两个字 这是 是因为我们搜的东西没有带一个引号 是吧 好 少一点 这边啊 这边你看 他说 我们的ngx 后面讲ngx吧 是一个高性能的web server 按的反向代理服务器 是不是 还有apache有吗 apache怎么不上不上不入流啊 apache好像不叫web server叫 ttp server吧 看了吗 apache是不是有ttp server 好 所以我刚刚搜两个关键词 你看 一个是 一个是 一个是叫web server 一个是 itp server 看到吗 因为 因为你看那个ngx的名字里面 叫web server吗 ngx名字是不是就叫做ngx啊 所以有时候那个名字和描述 所以这个search很强大的地方在于什么 他搜的东西里面可以带有什么 带有这个描述 能不能听懂吗 带有这个描述 就是不只是名字 还有什么描述 能不能听懂 好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就是 有时候我们在想用一个命令的时候 不知道他是哪个包提供的 举一个小例子 我现在想用vim命令 大家发现呢 没有 但是我是装哪个包呢 如果你敢巧的话 他会自动 你看像这样 他会自动你装vim的时候 是不是自动帮你装上 但有时候装不上 因为你没有提供这个包的完整的名称 那怎么办 可以yam perfet perredis 然后就查询他提供者 谁提供vim 这看 是vim enhance 注意这个包的名称当中可以带版本 可以装的时候也可以带版本 你看还有这个vim enhance 是不是都提供 这是在base元里面提供的 这是在什么 哪个版本高一点 好像是那个update元里面高一点吧 7.41601.127-3.1 这个是不是挺旧的 你默认装的时候 他肯定会帮你装最新的版本 没有吗 就是相当于一个 多个元里面是不是都有啊 好 能看到吗 各位 怎么做的 直接查询某一个文件 属于 是不是哪个包啊 直接查询某个文件 是不是属于哪个包 当然 有同学问我说 我们现在找的文件是这个文件 它属于哪个包呢 YAMPROVDS VSFTPD.COMFO 有提供吗 有没有找的那个包 原因是呢 你提供的文件 没有路径 没有完整的那个路径 你如果像这样提供 你知道这个文件是在这下面 那就太好了 看 它是不是直接告诉你是由这个包提供的 但是问题是你能记得住吗 你能记得住这个路径吗 你是否一般记不住的路径啊 那怎么办 这个这种方法只有高手才能记得住 是吧 记不住吧 怎么办呢 你要是能查到 那就当然就直接装了个包 装这个包就可以了 你要是能查到 直接上来就装这个包 没有问题 你要是查不到呢 或者你根本记不住路径呢 那怎么办 看前面用什么 啊 用什么 鲜儿 也就是说 前面的路径我记不住了 明白 你看 这个是不是不可以啊 加一个什么 这个当然可能会差的多一点 你看 我加了个鲜儿以后 我加个鲜儿以后 加个鲜 他告诉我 这个文件里面 是不是也有这个文件 这个包里面 但是你自己知道 这不是你要的 这也不是我要的 这也不是我要的 这这这这也 这是我要的 明白 好 所以各位看到 如果说一般情况 能够提供路径 就尽量提供一点 好吧 提供不了的话呢 就是鲜儿下的这个文件 明白 能听懂吗 那要是这样写 会怎么样 这好一点吧 这路径也就是你提供的 尽量什么 尽量多一点 你要提供的太少了 你看 这个是不是尽量多一点 这个是什么 前面忘了干干净净的 都不知道 那么你明白 尽量提供多一点 中间忘了 你咋不全忘了呢 记住第一个ETC 然后第一个那个 记住我ETC 鲜儿 是吧 然后当中就不知道了 是吧 这个也可以啊 可这么慢 是不是也可以啊 你咋不后面也忘了呢 心儿通屁啊 任何字符 也行啊 你怎么不只记得里面有一个S呢 记得个这个行吗 这是不是要滚平啊 不支持这东西吧 是不是觉得你过分呢 还是咋的 这个是不是有点过分啊 不是你不是拉一尾星啊 对吧 星你 他咋不上说你 你你你你全记不住啊 这这这 那你就查了 没办法是吧 你记住S还不给你查看看啊 查都不可以查 他说这这查不了 这个太过分了 这个不给你查 好 同志们 看一下这个命令 一般文一般的配置文件 我们要提供路径才可以 如果是命令呢 如果是命令 还是好查的 你看 YAM 那个GNU PLOT 这个命令没有吧 YAM P-L-O-V-I-D-E-S GNU PLOT 命令还是好查 直接帮你查到 看到吗 同样 你查那个VIR命令 也是好查的 看到吗 你不用加路径 你查那个叫PIP 也是好查的 是不是这个吧 命令 所以你要查文件 那你要提供什么 提供路径 那你要查那个叫什么 命令 一般情况是不用什么 提供路径的 而且 而且这个命令 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 看懂了吗 各位 好 就是 这些查询 是我们有时候 真的是忘了 那我们就要查 对不对 谁 谁没有一个忘的时候呢 对不对 所以查询 就大家就会 好了 到此为止 YAM的基本用法 基本上已经什么 OK了吧 这是基本用法 我先说一下 我们讨论的源 我们讨论的装软件 源是使用的是 自建源 还是使用的 现成的源 对 现成的官方源 是吧 可能是那个 可能是那个 官源 那个就是 Sendos 纯官方的源 好吧 以后面试的时候 问到你说 你用过哪些源 一般这里说 你问过哪些源的话 一般指的是 系统源 好吧 哪些 说说 说英文 说英文 OK 阿利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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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真真真真 这 一六三咋说呢 别人会回你英文 Go out 是吧 那个各位 我说的源 一般指的 系统源指的是 那几个 四个源 好吧 这四个 自带的 三个 加上一个EPL源 EPL源 有人问你说 EPL是啥源呢 你说就是EPL源 那可不行 好吧 EPL源是干什么的 是红帽的一个 扩展源 还记得吗 你要不知道 你百度一下EPL 官方网站告诉你 它是一个红帽的 额外的扩展源 里面会有一些 除了系统以外的 原包以外 还有什么 还有一些软件 像NJX 像Zabix 这样一些软件 但是我们一般在装 MySQL Zabix NJX的时候 也一般不用EPL源 为什么 因为它里面的包 更新相对来说 比较什么 慢一些 它里面确实是有一些 我个人认为 它主要是对系统 那个源的一个弥补 好吧 我们用的多一点 至于软件包 我一般是不会选它的 我一般选什么 官方源 MySQL官方 你要是连圆都加不进去 那你还吃什么饭 中午 那还有Zabix官方 还有这个什么 这些等等等等 官方吧 是不是都都有圆 能听到吗 各位 好 再次强调一遍 我们现在讨论的是 RPM包 然后我们说 凡是装过的包 是不是都会进入到 RPM数据库里面去 使用亚末命令 查询的时候 如果亚末list表示 既会从哪查 RPM数据库里面查 又会从哪查 亚末源里面查 亚末源数据库里面查吧 那如果使用亚末list Install ED呢 只是查什么 本地的RPM数据库 那没有装过的包 就查不到 能听懂吗 各位 好吧 那最后 建议大家就是什么 如果连亚末源 都不知道怎么添加的 还找不着的 中午这顿饭 其实没必要吃 对吧 吃着干嘛 浪费 OK 听懂了吗 各位 好 这就是亚末的一个 基本用法 感谢您的 感谢您的